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电表箱 我们可以在电表箱里面把这个电源给断开掉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源给切断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盖子盖回去 这个时候这个房子呢 基本上所在一个锻炼状态 那我们在更换灯泡 首先呢 有时候要把这个灯室固定起来 另外一个呢 顺势把这个旧的灯组给灯泡 现在很多地方开始用LED灯 但是这种传统的灯泡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把键炼灯泡我们顺时针给它拧紧固定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灯 好 你看到现在这键炼灯已经正常工作了 我们在更换电子产品 或者电器产品的时候 或者灯室的时候 那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第一 我们要把灯的开关 电器的开关关闭起来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把插座的 插那个电源给它拔掉 这样呢 确保整个操作能量是安全的 没有隐患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刚才看到 当初开始我们的更换灯泡的时候 我们也要先把电源关掉 然后再把旧灯泡拿掉 我们可以把新的灯式装上去 甚至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灯 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电源是不是接通 是不是运转正常 这就是这个电源是有趣的 以免费艇的人情创的电源是有趣的 本集能能能不能键住 现在是一个际电源精神的法律